大家好,我是Canton Android的小强 今天就要和大家介绍三个应用的App 首先第一个叫做Easy Uninstaller 这种我就觉得很好用 例如你平时安装了App,想不爱的时候 你就按住它,然后按下Uninstall 之后又要按OK,很麻烦 例如你有几个App想Uninstall的话 这样就会很浪费时间了 如果有了这个App之后,你就按进去 然后先cancel,只是广告 你就可以选择你不爱的App 例如我不想要这个播放器 或者这些全部不爱的话 我选择了之后,在这里按下Uninstall 然后按下OK,然后就全部都除了 然后就省了很多时间 这个App我自己觉得超有用的 而且它还是免费的 那你就快点下转试一下 第二个要介绍的App就是这种 就叫做OneTap Cleaner Pro 这种App是帮助你取出 你的Memory里面有些Cage 或者有些不要的File 进来就有Cage Cleaner 然后是History Cleaner 那比如你进去Cage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Cage 的话,自己在Google搜索一下 那一进来,它就告诉我 那我有372MB的Cage 就可以remove 那其实这些Cage remove了也不要紧的 按OK之后 它就会帮我remove了372MB的东西 那我现在呢 那我现在呢 就把手机充得更多的Memory 那另外一边呢 这里呢 就是History Cleaner 那就是 你比如你用一些browser 那它有些History 啊 你想remove了的话 就是这里这样remove的了 那它还有一个function 这个我就没有用过了 就是call & SMS 就是如果你call完人 之后有个Log 那你就 例如你不想讓別人知道你打電話了 就在這裡按Remove 然後它就會清洗 這支APP也蠻好用的,自己下載試試看 最後要介紹一支東西,這支就是Widget 這支叫做China Air Quality Widget 它的Purpose跟我的名字一樣 就是告訴你現在在大陸不同城市,它的空氣污染指數是多少 如果最近有留意新聞的話,北京的空氣污染指數過了300多,是很誇張的 那今天就好一點了,今天是162 這裡就寫Beijing AQI 跟著AQI是什麼的話,不知道的話就自己查一下Wikipedia 就告訴你Temperature是2度 這支APP是免費的 還有它怎樣找到這些資料呢? 是用美國領事館的資料來的 是不會用中國的,因為中國的不准 而且都是造假的 譬如你自己有哮喘或者有什麼 又要回大陸公幹或者去旅行的話 不妨下載這個APP 這個APP就會告訴你它的空氣污染指數是多少 那用的方法很簡單 因為它是Widget 所以你就按住這裡,然後去Widget 之後就選這個China Air Quality這樣 之後就選一個size 例如2x1 然後就可以讓你選擇哪個地方 那譬如我選擇香港的 那譬如我選擇香港的 那這裡是香港島的 那這裡是銅鑼灣的 它就會出來的,然後就載一些資料 然後它就告訴我現在 就是黃色的污染指數 那就是134 就是這樣使用的 這個APP 好了,那今天就介紹了3隻 應用的application給大家 那如果覺得有用的話 麻煩給我一個like 或者subscribe 我頻道 再不是的話 就和朋友說一下 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那好吧,今天就說到這裡 先說到這裏 說到聲音都消了 下次見,拜拜